高雄警方破获贩毒集团 那么同样也是接下来看看这个最新消息了 人气偶像剧演员孙耀威还有雷瑟琳 在忙碌的跨年夜聚在一块儿献爱心 特地举行了艺麦会 把剧中的戏服道具通通要艺麦出去 而所得将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许中瑜 我是冯明太 大家好我是杜小薇 大家好我是打造他们的造型师单位 今天我们来这边是为了什么 寒冬送爱心 什么是寒冬送爱心 这主播人气偶像剧描述模特尔竞争的剧情 不过戏外呢剧组寒冬送爱心 要将剧中男女演员穿过的二手衣 通通一卖出去 那么总共九十多件的价格清明 那么市价大概是市价一折到三折左右 要全数所得将会捐给这个慈善机构 那么戏中的男女主角孙耀威和雷瑟琳也来到现场 那么看到自己穿过的衣服 就马上回忆起这个派系的点点滴滴 我们赶快来听听他们的最近说法 这些衣服呢基本上全部都 真的是陪了我度过的那个非常热的日子 但是其实还 我后来看起来 其实在电视上面并不觉得我们很热 因为可能我们都很入戏 然后所以反而感觉就是很帅的感觉 只要是可以做善事 不论是帮助到人 帮助到小孩 还是小动物 我觉得我们都要尽一份我们的力 对去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这些衣服当中呢 虽耀威有一件西装外套大概一千元 那么还被一位女粉丝 一口气包下四件一模一样的 而且还被询问过 有没有洗过 让孙耀威直呼 这个粉丝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了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 曾经请行直播 我们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